你 你似乎我因为你的工作 跟你无理取闹 你会怎么想 你再说一遍 吴梁 吴梁 你就是个跳梁小丑 我怎么是小丑呢 你 一会好好说 你别骂人嘛 你现在还有资格 跟我讲条件 你可真似不脸 你给我滚开 老师好 你好 我是第一个到了吗 对 第一个 马马洋老师 我真的很紧张 每一个来参加《神临奇境》的老师 都相当的厉害 好紧张 在这之前 我把所有《神临奇境》的这几期都看了 有人是会失误的吗 因为我看你们所有的节目都超完美 几乎是 一点 除非像一种耳机里面没有耳返 马马洋 请亮声 对面走过来一个人 你撞上去 那就是爱情 对面开过来一辆车 你撞上去 那是车祸 一回音 放开 我要给你看的东西 我从来都没有给任何人看过 真的 我没骗你 你必须发誓 绝不会告诉任何人 真心发誓 快点 我的冒险手册 你认识他 查尔斯蒙兹 他选家 我长大以后要去 他去的地方 南美洲 就像美洲 但在南部 你知道我要住哪 先进瀑布 失落的世界 这一夜是从图书馆书上撕下来的 我要把色彩小物搬去那里 就在瀑布旁 谁知道那会有什么书 等我到了那里 你看 我留了这几页空白 记录将来的探险 只是 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去仙境瀑布 对了 你可以让飞船带我们去那 你发誓带我们去 真心发誓 快发誓 真心发誓 好 你答应了 不准返回 好 明天见 小子 再见 再见 走出户外 去探险 知道吗 你不爱说话 我喜欢你 我也喜欢你 好可爱 我是你的粉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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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粉丝 真的粉丝 真好 尤其最后一句话 天哪 我喜欢你 知道吗 你不爱说话 我喜欢你 真的好温暖的一场戏 配小女孩啊 我们特别容易说 把一个小女孩塑造声音很甜 很幼嫩 很容易模式化 但是这个马马羊 她不是这么塑造的 因为她这个角色 这个小女孩 你看切个牙 特别疯 她有好多小男孩的性格 所以她用了一种 平时可能我们看 不像这个年龄的 小女孩的声音 去塑造她 但是依然很有味道 你觉得就是这个角色 我觉得老师配音 配的不是声音 配的是人物 是这个人物 好 孟辰在吗 在 凯叔 来 来 给我们一些提示 老师呢 是我爸爸特别想要保护的 你把你妈请了 听完老师配完之后 就感觉回到了小时候 就是有一种 妈妈在给女儿讲故事的感觉 仿佛又在听凯叔讲故事 谢谢孟辰 希望每一个孩子 都会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有故事的童年一定是快乐的 婷姐的这次的表演 震惊到我 一切让我跳出来 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 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其实我之前 从来没有配过动画片 我今天在上场之前 我还看了看 我们家宝宝的视频 尽量去找那个孩子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也用这一段 在家里的时候 跟我们家的小朋友说 我说 哇 要给你看的东西 然后我们家还就 好 他会 就是我也用孩子的方式的时候 他给我的那个方式 好像也是孩子之间的交流 很有意思 怎么样 猜出来了吗 有点恍惚 我刚开始有想 会不会是张爱佳老师 但是 他开始还猜是他妈呢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那我应该被逐出家门 然后自己的妈没有猜出来是吗 哈哈 不 说实话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凯列老师的那个表达 那个变化也非常大的 不 我们真的不可能 哈哈哈哈哈哈 本来呢 海涛哥说是邓杰老师 就是康熙微服私访记里面的 那个邓杰老师 然后我觉得 不是 我就思考 这一些 大概是这个感觉的 老师们啊 然后刚才孟晨姐说了一句话 非常想让男人去保护的 那个女人 我想起 不要跟陌生人说话里面的 美婷老师 哦 我又说多了 爱老师无嘴了 爱老师无嘴了 观察老师的剪影 有一种自己被猜到了之后 哎呀 你说到美婷老师的时候 结果台上的剪影 虎屈一颤是吗 马马阳第二段经典之声 唐山大地震 这段戏就很经典 对于佩颜演来讲 应该是挺难驾驭的 因为已经演得非常的好了 他该用什么样的声线 什么样的状态 去表现呢 我要把这个 等一下 好 我给你道个歉吧 你这是 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呀 这么些年你咋不给我个信呢 我还以为你跟你爸在一块呢 爸 晓伯 我整天你跌着你们俩呀 我跌了你们三十二年 你们咋不离我呢 你到底是生哪儿生啊 你咋才回来呢 小妹妹 大妹 起来吧 真好啊 他给我看哭了 其实徐凡老师演这个戏的时候说的不是唐山话 说的是唐山普通话 因为一旦全戏的时候都用唐山口音说话的时候 大家特容易想起赵立荣老师 是吧 那变成喜剧了 所以他们用的是唐山普通话去演的这个戏 但是一旦这样的话 那个口音的分寸感的拿捏就极为难 他第一句出来的时候 我这鸡皮疙瘩就已经写了 完全说第一 我们也是在这听了这么多期了 就这个是真的是第一句说出来的时候全麻了 就在这 我知道这段他一定是真的动了情了 我不知道他需要缓多节 孟辰怎么样 刚才那一段是那个情绪的那个戏 等于是演了一遍 我给你道个歉 也就是说他也跪在地上去 对就是跟一模一样的演了一遍 天哪 嗯 他的第一句台词一出来 就把观众带进来了 第二句台词一出来 观众的眼泪就下来了 第三句台词一出来 就是让人撕心裂肺的那种痛扯 漩温明人 马马扬 开始 不知道常常最好不吃 北京烤鸭也遗憾 我们北京烤鸭也遗憾 我们北京烤鸭的肉质鲜嫩 多吃皮脆 最主要的是手工的饼卷起来以后 你占着这个黄骨丝 占着这个黄酱呢 不理怪怪 美姐慢慢悠悠地说 那边咋快 不理老子豪 你可以熬汤 你可以包椒盐 然后你可以爆炒 那你所有的 而且还有鸭四宝 不理怪怪 你还晓得 还要开着那个 还要开着那个 你孩子吃盐水鸭 不会发疼 行了 而且皮肤肉嫩 我服了 一定要吃盐水鸭 我的乖乖 做鸭子 我们是认真的 恭喜马朗阳首战告解 我的个乖乖 我的个乖乖 第二场台词对标 终极决赛 现在开始 江南起的厂 倒闭了 二十块钱一个上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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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家庭 江南皮革厂 江南皮革厂 太便宜了 以前总是买100 200 300的 从失败230 20 30 20 30 20不算贵 买不了车买不了房 旅游倒量 新加坡 20块钱不算贵 要买猪皮 牛皮 羊皮 蛇皮请到江南皮革厂 我马上就去 要买 恭喜马马羊获得台词对标 终极标王 这输得心服口服了 恭喜马马羊 直接就跟人对话了 我总是慢慢跑我这个人 但是我能感受得到 我觉得其实他的能力超强 但是他明显就是让给我了 可能我是一个女性 所以他就让我了 这节目完了 咱们喝酒 咱们喝酒 大家好 梅婷老师好 你好 凯树 大家好 你看梅婷老师的出场 就像是荣耀酒青春短手机一样 正反都美 反正都美 猜到了吗 你们就 牛牛猜到了 牛牛猜到了 对 我觉得我肯定隐瞒不了牛牛 因为昨天在飞机上蹦到她了 但是我一直背着她 但是她太聪明了 我好像没看见 我多虑了 老师倒是挺紧张 我非常紧张 我一直躲着她 老师躲得好 她刚才说猜到是因为那个 孟晨姐说的让人保护 原来你们有卧底 都赖我身上 到底还是发现了卧底 没听老师特别优秀的演员 获奖无数 21届中国电视精英奖 观众最喜爱的男演员奖 男演员 女演员奖 我努力 下巴 第30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 优秀女演员奖 第22届国际开罗电影节 最佳女演员奖 第5届中国电影华表奖 最佳女演员奖 等等 塑造了很多角色 我们印象特别深的就是那位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你们也是通过这个角色 来猜到梅婷老师的对不对 当时怎么接到了一个 这么受虐的角色呢 是找一找另外一种生活体验 对 我觉得作为演员 特别特别幸福的就是 你可以去体验你生活当中 你不能体验 不能感受 不能感知的东西 然后用你的角色 来跟大家去分享 我们看一下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这个片段好不好 童年也有 一起来看 你在侮辱我 不要跟我提侮辱这个词 我对这个词有生理反应 你怎么那么龙龙 你说的不就是高兵过去的事吗 不许提高兵这个人 说爆发就爆发 这么多年了大家都 还想保护你 对 走到哪儿大家都会觉得 要呵护我 我觉得我特别可怜 其实不是 在家你是 在家我是保护别人的 保护杨杨的 对 每一个妈妈都是这个样子的 说实话 我们还是挺好奇的一点是 冯远征老师 他从这个角色里 他走出来了吗 因为我们看完这戏多少年 我们没走出来 对 我们真的没走出来 我到现在还觉得 他是一个这样的人呢 这个太贴形象了 主要是吧 我觉得他也没有 我说冯远征老师没走出来 是因为我发现 自从这个戏播了以后 每次我们俩见面 他就对我尤其的好 然后你就伸得慌 我觉得你也没走出来 是吗 你这样 他到底有没有走出来 我们请他在现场 给我们演一段好不好 可就是少一个安家和 凯涛 我不像 主要是凯涛 还要给孩子讲故事 知道吗 他演了这个 在给孩子讲故事的时候 对 我怕孩子们怕怕的 来 你颠覆一下自己的形象吧 什么 凯涛 你把心底里一直藏着的 你跟那个人释放出来吧 我拿一下 他看着那么可爱 那我跟海涛是要演喜剧版吗 我是个狠的好不好 我生气起来 我自己都害怕 真的吗 我不相信 来 两位加油 来一场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是 你在侮辱我 不要跟我说侮辱这个词 我觉得我对这个词 有一点生理反应 我们的婚姻就像个黑洞 我们的爱情有多深 永远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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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被吞没的 等你冷静下来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我现在很冷静 用不着你来教训我 我应该知道男人都在想什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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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故意勾引他们 你胡说 你怎么这么龌龚 我 你说的不就是 高兵过去的事吗 不许提这个人 怎么反了呢 海涛 我跟你说 这就是生活 他现在是不断地要去保护一个人 是 保护他的孩子 你此时此刻是最需要保护的人 是我越说越害怕 我都深深地被梅老师折服了 一下就在那种规定情境当中 所以说梅婷真是个好演员 我喜欢你 我的乖乖 我你老子好 同志 同志 我是王崔萍 我是王崔萍 现在我妹妹还在演 是王崔萍 余泽成跟我拍的一些谍战剧的塑造的人物 都是不一样 其实都是新的角色 新的人物 你需要去挖掘他 这次也是重新地理解 重新通过自己的方式去呈现一个人物 都没有刻意地去要去模仿 之前电视剧的那一版 我不要去想之前姚晨的那个 我不要被这局限住 我可以自己来尝试 我是被别人绑着上来的是吧 不是绑着 其实就是后边有人带着你 我走了几遍戏 我感觉 原来这个戏给我的表演空间是两个 每一个角色也好 每一个生活中的人也好 你的对手不一样的时候 你的表现就会不一样 这很正常 谁演吴敬忠 我 是张老师 对 那你眼里 瞬间地捕捉到了这个人物形象 然后在极短的时间里面 丰满它 丰满它 就我的气质可能会比较妩媚一些 那么我就找那种 不媚的那种感觉 那这声音从哪来的 是在 谢谢人家说的 碰到一些好的对手 好的演员 抛开这个经典剧目 以我们独特匠心的表演形式和方式 迅速组成出一部好戏 哎 我是中国国民党保密局天津战战长 吴敬忠 最近 这时局动荡 这共军呢 又杀回延安了 国防委员会 总结失利的教训 说是 有共党的情报人员 渗透在我们中间 行动队队长李牙 他拿到了一个 铁证 同志 我是王翠萍 现在我妹妹还在延安吗 我和邱萍本是战友 后来被分到不同的部队去了 就失联了 我会尽一切努力 帮你回到解放区 我们在天津市区 也有地下组织啊 放心 我有办法 你 成维 是 我担心他们根本就不是夫妻 是同党 王翠萍 认识谢若琳吗 认识 我们家楼下的 他老婆在的时候 我还经常上他们家去 那徐宝凤认识吗 谁 男的女的 女的 就是在观音寺遇上的 再好好想想 那个大妹子 她是逃婚出来的 我看她可怜 我帮帮她 就没说说你妹妹的事 别着急 慢慢听 好好想 同志 我是王翠萍 现在我妹妹还在延安吗 我和邱萍本是战友 后来被分到不同的部队去了 就失联了 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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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王翠萍 我是王翠萍 现在我妹妹还在延安吗 我会进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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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到景时 回到景时 翠萍 你上次 救的那个姓许的同志 是谢若霖和李牙派来的 你上了敌人的当 我上了敌人的当 难怪那天我在书店 碰上李牙了 糟了 情报站是不是已经毁掉了 我得赶紧通知 通知掌柜的 完了完了 我已经让掌柜的转移了 转移了 转移了 你怎么还不快走啊 我不能 我已经暴露了 你不能死 你赶紧走 赶紧走 翠萍 我不能走 我还要跟你一起完成 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我不能让你死在这 翠萍 别着急 我已经想出办法了 如果李牙有一天来抓你 你可以这么说 同志 同志 我是王翠萍 我是王翠萍 谢谢你 这是我 不 不是不是 这不是我 这怎么弄到一块去了 我会尽一切努力帮你回到解放区 我会尽一切努力帮你回到解放区 不是不是不是 我是说我帮你回老家 那怎么回事啊 放心 我有办法 我是说我有办法 做好降压 还在这车谎 还在这车谎 这不是你说的 这是我说的 不不不 不是 哎呀 这不是我说的 怎么弄到一块去了吗 还在跟我装啊 这个声音是从哪来的 是在谢先生家 那同志 延安 也是在他家说的 你知道我不识四 我给谢先生家做了几道菜 他太太就教我念报纸 我是一句一句学的 好识点 铁证面前你还狡辩 站长 这娘们一直在装傻 看来 不给他来点盈的 他根本不知道怎么说实话 来人 你们要干什么 带鱼子抄 你们会把票投给谁 我们一起来看大公司 二号梅婷老师 一号张博 四号光洁 三号 你们每人按了四票是吧 三号 何人 五号 三号 我们的声音送上一份纪念品 今天在台下跟梅婷老师聊 梅婷老师说 哎呀 录完这节目 我得回家重新过个年纪 就你们这节目太磨人了 我天天就想着这个词啊 看视频啊 一直这年 心一直提的嗓子眼 都没过好 过年期间 我把声音其境 所有的节目都看了 每一期来的嘉宾老师 都非常非常的厉害 就是想给自己一点压力 好好地练练台词 练练塑造 谢谢大家 谢谢 开始我们一起合个影好不好 好啊 合个影 用我们的荣耀酒青春版 全屏四摄正反都美 一起来合个影 记录一下这美好的时刻 来